今年夏天我们东方卫视播出的欢乐喜剧人呢是引发了一股喜剧热潮 参与节目的宋小宝刘小光等人呢 最近是借势发力精心策划了欢乐小品喜剧会 准备呢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巡演 这部《笑心云集》的赵佳奔就为巡演站台吆喝起来咯 哎呀台下的记者和群众怎么瞎指挥啊 别看舞台上演什么角色就什么脸色 可是一演回自己宋小宝刘小光这两位领头的赵佳奔孝心 就有点羞羞达萌萌达了 好不容易宋小宝找到了一点感觉 几点的片子还是会出现 对 自打往进攻一来 宋小宝说这次巡演的节目将延续欢乐喜剧人 节目中观众熟悉的段子和作品进行二次创作 比如《甄嬛外传》《星际旅行》 部分作品则根据演员个人风格量身定作 比如刘小光的《我不是歌手》 文松的《我是杰克逊》等 若练此功必先 你们懂得 等到文松出场 记者们的老问题来了 这位号称不娘已婚绝活多的小伙子再次声明 自己生活中挺爷们 虽说是一出场就被成群的人起哄 但这也不正说明他们人气高嘛 有记者文松小宝怕不怕被师弟抢去风头 小宝大风的说大家这么喜欢文松自己很欣慰 团队需要壮大 谁走红都是祝福 宋小宝还透露 小沈阳 王小丽有可能作为嘉宾加入表演 东北F4届时可能合体一起参加选演 演出阵容令人期待呀 新约来再见 北京台湖的